我遇到就是很多那種民眾病名 會搞不清楚的 然後像我就遇過一個50歲的病人 然後他常常就是 因為他在菜市場工作 然後菜市場不是就常常 要蹲在那邊很久 或者是站起來久站很久 然後他常常蹲著一站起來 整個雙腿都麻到不行 甚至會刺痛感 然後那種旁邊的人 碰到他都會就是罵髒話 那種刺痛 然後他想說就去外面的診所 像那種什麼內科 或者是骨科先檢查看看 然後有醫生說 它是比較嚴重的 就是你的腳都會那種浮出來 對 然後像蚯蚓那一種 很粗很粗的 然後那時候他就想說 醫生是建議他去大醫院檢查 那他想說就沒差 應該是血路不通 然後他就去藥局買那種 陳藥通血巡的那一種 然後要不然就是喝喝高粱 反正說就是會 就OK了 然後結果後來就越來越嚴重 他開始會掰咖 就150 160 150 160這樣子 然後開始就覺得 越麻越痛 然後整個刺到就是有點 已經沒感覺那一種 然後後來他就覺得不太對勁 後來就去我們醫院檢查 然後發現他原來 他就是另外一個疾病 他是 對 因為他其實不是很單純的 靜脈曲張 然後後來就幫他看 他原來就是有 然後後來他又 有那個一些心血管 慢性疾病 所以造成他的那個周邊血管 很容易硬化 所以他只要糖尿病控制下來 而且他也是老煙腔 他只要戒咽了 所以那些症狀也都會改善 我今天要分享就是名詞 讓大家搞不清楚的就是 爐管乳塗瘤跟那個乳塗腫瘤 腫瘤這個名字比較可怕 對啊 聽起來比較嚴重 但是我覺得嚴重 應該是乳塗瘤 很會考試喔 那我要去懂 對 都搞考試的 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 我覺得瓜哥可以去當醫生 對 就是說我要分享一個案例 他其實是一個60歲的女性 然後他來我這邊就是一直接種 接受那個超音波追蹤 還有攝影 然後他有一天就是因為 他左邊有一個腫瘤 大概大 大概兩公分左右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那個這個 因為通常我們手術 良性腫瘤的適應症 應該說所有腫瘤適應症 我們會建議就是兩公分以上 或者說你在短時間內 他長得很快 就會建議開刀拿掉 然後我就安排手術 手術後的病理切片報告 就說他是一個乳塗瘤 就是乳塗腫瘤 那但是他這個是良性的 裡面也沒有不正常的上皮增生 所以我跟他說這個追蹤就好 結果後來他追蹤大概一年 那他手術後再繼續回來追蹤 到第二年的時候 他的右邊 另外一邊乳塗下 乳頭下方 又長了一個乳管乳塗瘤 那為什麼我這個時候 就知道是乳管乳塗瘤呢 主要是因為 他的那個腫瘤 雖然只有一公分 可是他是中間一個瘤 裡面又一個瘤 就是他有一個圈圈 裡面再一個圈圈 然後旁邊有一些 微血管在附近 所以呢 我們看起來 這個就像是乳管乳塗瘤 那但是他只有一公分 可是乳管乳塗瘤 通常來說 我們在臨床上遇到的 就是要小心 它裡面會有一些 非典型細胞的分化 如果有非典型細胞分化 我們可能要小心 它下一步會變成 癌前病變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可能要先手術拿掉 那但是這一位女士就認為說 當初我左邊 你跟我說兩公分再開就好 我右邊為什麼我一公分就要開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它長得不太一樣 而且旁邊有長出一些微血管 可是他還是很 他還是很不想開 所以我就說那好 如果不開 那我們就是半年半年追蹤 但是我要先預告你一件事情 就是當乳管乳塗瘤 它變得嚴重的時候 我就請他每個月都要自己壓一下 那個乳頭 如果它變嚴重的時候 乳頭會出血 就後來他半年後 應該說他不到半年 他大概五個月後就回來 然後他就說 醫生我真的 我發現有出血 所以後來我就說有出血 那就是又要換另外一種方式 因為如果他在還沒有出血的時候 他這個病罩是根本還沒有整個到 延伸到整個乳管 他可能就是只有局部那個地方 我們就簡單的操一波定位 切掉就好 可是他如果有到出血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更麻煩了 我們就要做那個乳管攝影定位 就是我們會打一點顯影劑 從他流血的那一根乳管 打顯影劑進去 然後看你整條乳管跟乳液 結果發現我們報告一出來 整條乳管乳液 到處都是一點一點一點 全部都是一顆一顆一顆 乳液流的那個東西 所以後來他本來 如果他早一點開刀 他只要拿一塊小小顆的就好 就因為他拖到他乳頭都出血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開刀的時候 那我們通常女生一邊乳房 大概只有15到20個乳管 平均來說 所以他這樣拿一整條的時候 有些女生如果比較 胸部比較沒有那麼豐滿的 就可能會有一些凹陷的問題 不過還好他還蠻豐滿的 所以沒事 然後報告出來之後就說 他的是乳管乳液流 而且有一些非典型的乳管 上皮增生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之後 大概都每年都要固定追蹤了 已經不能夠讓你任性 想來就來 想不來就不來了 因為一旦出現非典型乳管增生 他之後 如果他再不來 假設他在TK再不來 他可能下一步就會變原胃癌了 病人到底是比較面對現實的多了 還是說忘掉不想面對他 現在反而是越年輕的女生越積極 像我前一陣子遇到一個 他的腫瘤已經像一個 大概像一個橘子這麼大 在這邊 他是七十幾歲 是退休老師 然後那個時候我一看 我就覺得他這個像惡性的東西 他是因為他先生過世 逼不得已跟家人一起住的時候 女兒看到 外傭幫他洗澡摸到 然後女兒看到了 然後才跟哥哥講 哥哥才跟女兒 全家人逼著這個 逼著這個婆婆來我們 他沒有不舒服嗎 他就是說他不會痛 可是他潛意識裡面他會排斥 後來我們幫他開完刀 確定是惡性的 不過還好他那個是屬於 所以我們看他的年齡 是不用 不需要做化療 可是你知道開完刀之後 他女兒就跟我講說 後來他會那麼抗拒 主要原因是因為在退休前 他有三個同性都得乳癌 其中有一個死掉了 所以當他自己出現問題 他就是一直在 怕面對 對 他很怕面對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問這種問題 不是每個乖乖都追蹤 有的人事實在好 他也不想面對這個事情 我分享一個 我實習的時候一個案例 那時候實習很菜 然後run到腸胃科的時候 就有一天就被護理師call 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有個四十幾歲的男生 因為慢性便秘 然後做到腸胃科裡面 然後什麼檢查就檢查完了 然後還是便秘很嚴重 前幾天他腸胃科當科的醫師 就開了一些水劑給他喝 看看可不可以解 結果喝了兩天還是沒有解 然後就換了一種 另外一種藥給他 然後護理師他剛好發了藥之後 隔壁病房就要急救 就跑掉 然後藥就放在那一邊 回頭來看的時候發現那個病人 把那一罐藥喝進去了 喝進去了 然後他的call我就很緊張的call我 英特兒 你快點過來看一下 他病人把那個要罐藏的藥 把整罐喝完了 然後他說蛤 然後他說 然後他說第一個反應 他說很緊張 然後英特兒什麼都不會 就翻藥點 那個到底是什麼成分 然後打電話問學長去 他說你自己查書 看看自己就看一下 然後我去那邊就問他說 你先生你現在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那個味道如何 他說鹹鹹的 沒辦法喝 比前天那個太甜了 前天那個太甜了 所以你現在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好像有效 我說好 那你先去上廁所 我想說應該沒事吧 好像真的沒事 可是第二天學長就打電話來 你昨天開了什麼藥給他 病人一直跟我要這個藥來喝 明明是罐的 為什麼你開什麼藥給他哥 我說學長他病人是不小心 把罐的藥拿去喝 那罐真的很大罐 對啊 這上面藏藏的 那個就用來塞 他以為是說 還是有肉質 這個藥還不吸管 喝病人該不會是福吧 對啊 所以本來就要塞的 要變成用喝的進去 對啊 當然不是每一個要用塞的藥 都可以用喝 這個還是要小心 當時是一個要當兵的嗎 沒有當兵 真的沒有當兵 對 你們給的要講清楚 不只直接貼在那上面 喝的 沒有 以前都沒有 塞的 之前有遇到一個案例 一個八十歲的爺爺 他因為酒殼不育來看診 檢查之後發現 他鼻腔裡面滿滿都是鼻涕 而且都會從後咽喉 慢慢地滑下來 那這時候就想說 好吧 那我們就想辦法 讓他的鼻涕少一點 讓他的痰少一點 所以就幫他開立了 去痰病 還有鼻噴劑 為什麼開鼻噴劑 因為爺爺年紀大 攝護腺肥大的問題 非常嚴重 我如果再開抗阻殖安鼻炎的藥 會讓他的餘料 他排便更困難 所以就用這兩個方式 然後請爺爺早晚哪一顆去痰病 放在開水裡面泡著喝 然後鼻噴劑早晚噴個兩下 那因為演言重聽 重然他有帶助聽器 不過也經過多次的溝通 也就比個OK 然後就回去了 沒想到下個禮拜回來的時候 一來他把他還沒用完的藥 就直接扔在我的診間 就扔上來 很生氣的時候 你這個醫生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你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我談的問題 咳嗽問題 沒有解決 同時我的嘴巴又變得好痛 那這時候我試著要解釋 爺爺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氣到把他的兩個助聽器 都扔在桌上 不想聽 不想聽解釋 然後就知道蹲下來他旁邊 然後拿一張紙 慢慢寫 慢慢地安撫他 可能他感受到我的誠意了 他就好吧 然後走到旁邊去 然後坐上治療台 讓我看他的嘴巴 就他嘴巴黏裡面 全部都一片一片 好像被燙到一樣 都裂掉了 因為爺爺他本身口腔 就很容易潰瘍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我請他早晚要 丟在水裡面 泡了那個發泡地 那個去痰地 他以為是要 直接丟到嘴巴裡面去吃 那早晚要一顆 他把它當成早晚兩顆 直接放在嘴巴 也沒有搭配水 他喝了兩三天之後 他發現不對勁 越來越痛 那鼻噴劑 他也不是往鼻子噴 他一直記得說有一個噴劑 他就以為他之前那種 支氣管擴張機 他就拿來用吸的 他當然就沒笑 後來經過安撫之後 我也不敢開這些藥了 就重新全部都是 爺爺這次通通都是 直接塞嘴巴的就好 剛那個發泡地 原則上應該是要丟在水裡面 它裡面有很多 小蘇打類的 就像汽水一樣 非常好喝 因為搭配一點酵素 對 那但是如果爺爺 直接放在嘴巴裡面 就好比像四包 那個跳跳糖 直接塞在嘴巴裡面 所以他就會 就是 他也會侵蝕那個肌膚 連膜對不對 因為它的酵素 會把它分解掉 其實它就像吃完泡麵 有時候太燙了 就直接吃 它就一層黏膜就掉下來了 然後蝦腰要不能開的 那個用法太複雜 真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東西 也沒有很複雜 是有時候病患或者民眾 他自己沒有仔細聽 但是還有什麼 的 我也不想去 就算了 你